轻而易举的健康 第25课 今天我认可我身体上的所有优点 不管你认可食膜 关注什么 说什么 你都会创造它们 所以一个价值连城的问题是 你现在正在认可食膜 关注什么或说什么 记住无论那是什么 你将会创造更多 导读文章 接纳与释放 接纳自己当下的模样 释放身体多余的脂肪 我常说你在抗拒什么 什么就会持续 你将会创造出更多你所抗拒的 同时 你所接受和释放的就会消失 这不是我编造出来的 这是宇宙法则 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 一个完美的例子 就是我们瘦身的方法 你认识多少人不断在结识 却无法瘦身 无法减掉多余的重量 令他们很生气 他们痛恨和抗拒那些看上去 永远无法去除掉的多余重量 但秘密是 反过来去接纳这些多余的重量 接纳他并是放大 我栩栩如生地记得第一次告诉妻子这个宇宙法则 他有一点怀疑 但他信任我和相信我告诉他的 他开始感觉喜悦和自我接纳 告诉身体他正在是放他不再想要的多余脂肪 我妻子末有做什么特别事 也没有做跟以前不同的事 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多余体重都消失 从那时起 他拥有一生中最好的身体 如果你感到超重 或脂肪比率偏高 不要痛恨或抗拒这个事实 只是看住你的脂肪 接纳他是自己精彩的一部分 并知道你是掌控者 如果你用这个态度是放脂肪 它将会消失 虽然我在说的是脂肪比率 我要你记住这个宇宙法 可以应用在生命中的方方面面 如果你想改变 学习接纳眼前这一切 然后是放住个状况 第25天的功课 认真地看你的身体 认可所有你看到的优点 祝福今天所有你喝的喝吃的 肯定语句 今天 一整天 我只听别人称 在我喜欢自己的地方 今天 一整天 我只听别人称 在我喜欢自己的地方 今天 一整天 我只听别人称 在我喜欢自己的地方 谨记今天 信守承诺 希望我们能共同遵守 30天的约定 每天一个简单的练习 希望每一位朋友 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丰盛的生命 和圆满的灵魂 如果你在做练习时候 身体的变化 或者更多的感悟 都欢迎留言和私信 我们一起限政其界 祝福您每时每刻都可以 活在爱 感恩和喜悦之中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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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